王文阳博士是台湾台塑集团已故创办人王永庆的长子 2011年12月19日 王博士的代表律师团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寻求追讨其父生前留下的部分资产和物业 其价值超过170亿美元 王博士寻求追讨超过40亿美元的香港公司股份和资产 王博士认为这些股份和资产是被非法和不当地转移自王永庆的遗产 工业家及亿万富翁王永庆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 2008年他离开人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本案中的被告包括王永庆三房的女儿王瑞华 王瑞瑜 王瑞慧 即受托管理王永庆个人财务的台塑集团财务部的长期员工 和据称他们用于隐藏王永庆部分财富的香港公司 作为家中长子 王博士提起本诉讼是为了寻求完整和准确的清算其父亲的遗产 并确保所有遗产继承人都按照王永庆的明确愿望获得遗产分配 三年多之前 王永庆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住宅离世享年91岁 王博士追寻巨额遗产下落之旅自此开始 王永庆有一位法定妻子王月兰 他们并无子女 按照当时大家族的惯例 他后来与二房诞下五名子女 与三房诞下四名子女 王博士是王永庆长子 去年在台湾王永庆的家人批准一项有关其台湾资产的税务和解协定 当时的资产估值仅为17亿美元 但是王永庆的财富源于其创办的规模庞大的台塑集团 一般相信大部分遗产被转移至境外的专项信托 不受公众审查 并在本质上属于商业实体 据称这些信托由三房控制和经营 而将王永庆的其他继承人排除在外 通过一项独立的大型国际调查 王博士的法律团队已发现他们认定的欺骗网络 其目的是为了隐藏资产 作为台塑集团的长期员工及王氏家族的顾问 洪文雄及饶建芳 按照三房成员的旨意行事 二人均在本诉讼中列为被告 在香港的调查重点是饶建芳受王永庆之托 所持有的华阳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的活动 该公司目前是中国华阳电力有限公司的唯一拥有者 据称这是王永庆在90年代中期启动的数十亿美元个人投资 用于新建福建省张州发电厂 该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私有煤炭发电站之一 律师团的论点是 虽然被告曾尝试公然混淆张州发电厂 以及在中国的第二家发电厂的拥有权问题 但这些发电厂只可能由王永庆个人资助 华阳案是王永庆失踪财富的巨大迷案中 细小但重要的一部分 并使人质疑其他涉与百慕大和开曼群岛的境外非慈善信托 亦有挪用王永庆的生前资产 Dr. Wong believes that it is unthinkable that Mr. Y.C. Wong wished for his great fortune to be controlled only by the members of the third family to the complete exclusion of the rest of his heirs 在全台湾从大专院校到纪念医院 都找到王永庆及其父亲王长庚的遗产象征 今天他的遗产亦和以他家族名义新建的建筑物一样 规模宏大不可动摇 王博士认为 无论是在哪个司法管辖区 只要他找到王富资产证据 进行这个诉讼和其他同类诉讼就都毫无问题 以建立和保护其父的真实遗产 实现父亲的遗愿